哈囉小燕早安 大家早安 歡樂的時間總是過得特別的快 目前來到了收假日 也就是大年初五最後一天的連假假期 不過沒關係 太陽一直陪伴大家 其實從這個初一左右開始 水氣慢慢轉乾 而且後面幾天天氣都是理想穩定 希望大家有好好來把握外出或是起賽物 甚至走春都很適合 今天如果要周遭的輕旅行也是非常的棒 天氣一樣 艷陽高照 但是五個字 日夜溫差大 大家要格外注意早出晚歸 或者是用南來北往是早一點開車 或是要晚一點上路的話 一件外套真的是蠻需要的 目前看起來這個清晨的最低溫一樣 因為輻射冷卻的關係 所以在額眉7.2度 新電也只有10.4度左右 這個冷度其實都還是蠻涼冷的 不過一旦白天 此刻 外頭的太陽已經出現了 所以回溫的感受就會開始明顯 日夜溫差各地都有10度到15度這麼多 所以一件外套真的是不誇張 大家要記得保暖 不要收假的時候迎接來的就是感冒囉 來看一下溫度降雨今天的水氣 其實未來幾天水氣量都是蠻少的 只有在周四的晚上 風面掠過之後 東北季風增強 才會有水氣的增加 不過未來幾天 目前看起來都沒有太強的冷空氣 不過至少這一次年節的期間 從強烈到入冷氣團提升為寒流等級 確實在最冷的時間點台北車站還不到10度左右 不過這次都過去了 當然在迎接好天氣 也希望大家保持好心情 雖然要收假了 你可以看到各地的低溫10到14度 高溫都有27度到30度左右的可能 所以看一看 10到15度的溫差 其實昨天就有感受到中午的白天 就已經有點小悶熱 太陽覺得有點毒辣的感覺 但今天一樣 在中午前後 太陽加溫的感受 這個悶熱的感受在外頭穿短袖似乎還OK 不過不要忘記了 太陽準備下山的時候 開始溫度就降得很快囉 低溫目前發在新北到台南 還有花蓮金門等地 有可能來到10度以下 日夜溫差大 還有馬祖木杰發農務特報 如果有航班資訊 要格外來注意 最後一週天氣快速的掃描 剛剛說了 未來的一週左右 應該都沒有太強的冷空氣 只有兩天有一些變天的感覺 就在週四的下半天到晚上 有風面掠過 水氣增加之外 週五有東北季風 但是你可以看到週六開始 迎接大家了 又是天氣離鄉穩定 而且又有回溫的感受 所以未來的七到十天 沒有強冷的空氣 而且只有短暫的東北季風 大家希望年要過了 而且在開工日之後 一樣 天氣大致上是離鄉穩定的 可以保持好心情 只有週四的晚上到週五 有一點風面加上季風的微變天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也祝福大家一個晚年 新年快樂囉